而校园施打儿童BNT疫苗已经结束 8号在中正体育馆以及健安国小 是针对5岁到11岁的儿童设置大型接种站 现场也开放随到随打 县长许正卫是特地前往视察疫苗的施打状况 并提醒家长留意子女施打后的反应 现在许正卫感谢玻璃花林医院 刺激医院 萌诺医院 8.05国军总医院延日来派遣医护人员入校 施打BNT疫苗 提供孩子们最好的保护力 更感恩每位家长选顺评估 配合县服以及各校安排规划 让血统接种疫苗 提醒家长留意在血统接种疫苗之后的身体变化 如发烧 心剂或是其他不舒服 需尽数反应并且就医 接种疫苗之后人需要遵守防疫守则 如勤洗手 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等等 才能够复课的时候安心返校学习 8.05 开始满五岁的幼童以及国小学生 可以向13334卫生所电话预约接种疫苗 并且一个卫生所开诊的时段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国中生以及高中生的部分 可以到花林县新冠疫苗合约医疗院所预约接种 国小 国中以及高中学生前往接种的时候 应期待学校开立的补接种通知单以及健保卡 为入园幼童前往接种的时候 请期待健保卡 另外卫生局长朱家长也特别提醒 已经确诊3个月内不建议施打疫苗 朱家长更叮咛 高中以下学生接种疫苗之后 若出现持续发烧超过18小时 常见疫苗布中几天之后仍未消失 出现严重过敏反应 像是呼吸困难 心跳加速 吸脱以及全身红疹等等 以及疑似心肌炎症状 应立即就医 针对儿童脑炎重症前期症状 若孩子们有体温大于41度 医食不清 持续昏睡 持续头痛 持续呕吐 机要性抽搐 步调不稳等情况 也请家长立即将孩子送医 记得久安慰 欢迎收到